李鸿章为何要把闺女嫁给个老头子,婚后生活怎样,后代家喻户晓? 近代时期的清政府,实际上已经到了快分崩离析的阶段,而当时的掌权者并不是当朝皇帝,而是慈禧。 我们知道慈禧他一个女人能够击败众多王公大臣,掌握国家的权利,确实不简单。 但是他不善于治国,想干实实的没有权利,而掌权的又没能力,结果可想而知,虽然统治者昏庸无能,但朝中的大臣不乏一些实干派, 他们一边得应付好太后,一边又得和洋人周旋,还想着为国家做些实事,夹缝中艰难求生,而笔者今天要提到的李鸿章便是其中的代表。 李鸿章在清末时虽然有很多争议,比如说和列强签订的条约,丧权如国,毫无引足气节可言,但他的确做了一些事实, 比如说洋务运动时,他创办的招商举,不仅在当时做得非常成功,涉足各个行业,直至今日仍有着很强的影响力,又比如说其创立的新式海军等等, 在当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,虽然最早夭折,但是却未开创了现代海军的先河,显然李鸿章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,不过当时的中国只能彻底推翻重建,而这就不是其能改变得了的了。 当然像李鸿章这样的人,做事肯定会经过精心考虑,才能够步步为营,不然很难做到他那个位子, 可是对于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,他却有些草率了,他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了年纪大很多的张佩伦,二人年龄上有17岁的差距,而早此之前,张佩伦已经有过两任夫人了, 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何李鸿章会将自己的女儿嫁嫁,李鸿章之所以会这么做,是因为看中张佩伦的才气,张佩伦也确实有才,文学造诣深厚,因此对他颇为欣赏,并且张佩伦在瓦青时期,是官员中少有的主战派,他觉得不能对洋人一味地忍让,而应该主动出击,这一点李鸿章对其也不过当时, 他并没有什么话语权,而此后张佩伦在对外作战中遭遇惨重失敌,为此还入过监狱,而李鸿章带他布包,在张佩伦最为落魄的时候,还是他伸出援手,在生活上给得起很大帮助, 而张、李二人结婚以后,尽管年龄上相差悬殊,但是夫妻生活却非常和睦,当时张佩伦已经辞管, 二人终日在宅邸里享受生活,讨论文学,前侠之余还能小酌一杯,最终张佩伦在与李结婚后十余年,便因病去世, 不过他们的后人此后,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。 张佩伦的后人想必大家都听过,或多或少都读过他的作品, 此人名字叫做张爱玲,身为张佩伦的孙女,张爱玲很小的时候,便开始接受教育, 当然这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氛围,而张爱玲自幼就十分聪明,在写作方面天赋异禀,六岁的时候,当同龄人还在学习识字的时候, 他已经开始写小说了,此后由于甲岛中落,张爱玲跟着家里人搬到了香港, 但是在此期间又经历了战乱,这导致其心态上发生了变化,渐渐悲观起来, 这对其之后的创作风格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 读他的小说,能感受到明显的与众不同,散发着独特的魅力,也开辟了很多新的写法和思想, 这对现代小说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,此后他在文坛混得风生水起, 名气也是水长传购,写很多作品获奖无数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, 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,想不到当初外人不看好李鸿章给张佩伦和其女儿安排的婚事, 但是却造就了这样的结果,魏文涵培养了一位天才。